活动在10号早上落幕了 不过这不是据点 夜宿凯道的导演们 包括柯一郑 戴利仁等人彻夜没睡 他们一个晚上都在思考 决定每个星期以后 都要在自由广场 办反核活动 金钱人一起在凯达格兰大道上 排出大大的人字 总指挥就是导演柯一郑 戴利仁等人 事隔将近一年重返凯道 这次不但不用快省 可以好好的排 人群中还多了一点星光 我是供疗人 所以我一定反核 而且会坚持到底 我刚刚其实在排出的时候 真的太感动了 我真的哭了 身为供疗人的蔡昌宪 现身力挺反核 现场有小朋友们领军 升起48平方公尺的巨型反核旗 对着总统府高喊终结核四 大朋友也带着小朋友 一起跳反核健康操 迎接反核新的一天 连网络谣言可以防辐射的仙人掌 都来行光核作用 309废核活动 夜宿凯道的民众高达500多人 这个游行活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公民参与活动 因为它整个过程都很理性平和 政府的政策就是稳定减和 一直到能够让台湾成为一个非核家园 因此就这个终极目标来讲 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 包括艺人与美人 凤小月都在现场和民众一起守夜 不过这不是据点 我们现在准备一个叫做五六运动 每个礼拜五六点钟 下午六点钟 我们要在自由广场集合 我们在那边继续办活动 测验没睡的导演们达成共识 希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延续反核热度 TVB的新闻 李国正 陈乃宇 SNG小组台北报道 介绍反核大游行 有人来不及参加